功夫联盟最近上映,反响平平,赵文哲一就号召不了太多票房,赵文哲也是全国武术冠军,其实力自然不容小叙。 当年的方式与系列让人见识到他的表演天赋和卓越的武术功底,在黄飞鸿系列中动作观赏性也是丝毫不输李连杰。 可是在各大竞争中,真子弹靠夜万货遍世界,李连杰有着黄飞鸿,霍远甲走向好莱坞,成龙更是因为最权的个人独特风格,成为行业中的大哥。 赵文哲有什么呢?似乎都有,先说说真子弹吧,目前是国际武术家和太极权师,耳濡漠染的他因为待在国外,有着传统功夫和西方权术的综合素质, 之后的他提手百家之所长,在电影中把柔术,传统武术,知识格斗,拳击术的放在里面创造了独特的个人风格。 超强的身体素质让他学习能力超强,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综合格斗,拳拳到肉的风格了。 其实他在早期少年黄飞鸿之铁马流,武侠也早把自己传统武术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, 无论是北方洪拳,南方小拳种,都有超强的创新力和表现力,也万算是他的巅峰作品。 李连杰,传统武术的标杆人物,金虎教科书般的套路动作,在他身上表现得如痴如醉, 让人赏心悦目,相信很多人看他表演打太极拳,物件绝对就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有这么完美。 黄飞鸿让他的巨星气质表现了出来,正义的化身,飘逸,赶紧俐落的动作让他受到好莱坞的青睐。 霍原甲是他个人作品的巅峰。 成龙,造其已变态的身体素质和超强的抗击大能力,让他成为传统功夫练功的模板。 造其电影里千奇百怪的练功方式和眼花缭乱的幽默动作,成为他终身的标签。 嘴唇成功后,成功找到喜剧功夫的道路,几乎是不可挡地走向全球, 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功夫巨星成龙,而不是李小龙,赵恩卓,同样是传统武术代表人物,也是全国武术冠军,擅长长拳,太极。 在方世玉和李连杰对打中,使用的通队拳打得快速凶猛,在原魁老爷子武术指导下,把自己擅长的长拳发挥得很好。 但是在黄飞鸿中的截眼,似乎让他感受到了影子的怪异气息,走在哪都是别人已经走过的路,他的发展已经受到限制了。 中西结合在金子弹那里,传统武术有功夫皇帝里连结,冒险衰大被成龙奠定了基础,他还能走什么风格,或许他自己也在寻找,在功夫联盟中得到的反响,希望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出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